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从唐 五代 两宋的著名词人中选择最有影响的八大家来讲 通过介绍他们的生平 个性与代表作 让大家了解唐宋词的代表作家 代表作品 了解词的基本知识 思想情感 艺术特点等等 今天我们讲第一讲 文人词笔祖温廷云 在正式讲文天云的词之前 我想介绍一下词的几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词 什么是词呢 词就是歌词 也就是为了配合音乐的演唱而填写的歌词 第二个概念就是唐宋词 所谓唐宋词就是唐宋时期 为了配合艳乐的演唱而填写的歌词 第三个概念就是艳乐 什么是艳乐呢 艳乐就是一种胡乐化的中国音乐 也就是古人讲的胡仪理相之曲 这个胡仪就是指西域音乐部分 这个理相之曲就是指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西域的音乐和中原的和江南的民间音乐融合 就成为一种新的音乐 这就是艳乐 唐宋词就是为了配合这种艳乐的演唱而填写的歌词 好 介绍了这三个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就来讲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是温婷云为什么会成为文人词的鼻祖呢 所谓鼻祖就是始祖 就是有世系可考的最初的祖先 通常鼻祖用来比喻某一个学派或者某一个行业的创始人 我们知道温婷云并不是第一个创作艳乐歌词的人 也就是说在他之前也有人写艳乐歌词 那么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文人词的鼻祖呢 下面我们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先介绍第一个问题 就是温婷云之前的艳乐歌词 温婷云是晚唐人 在他之前艳乐歌词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第一种类型的艳乐歌词就是民间词 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个年代的云瑶集杂曲子 这个词集来看 那里面的作品是以民间词为主的 基本上都是乐宫填写的歌词 这样的作品音乐感很强 语言比较朴实 形式也比较自由 但是在文学上比较粗糙 比较幼稚 第二种歌词就是唐人绝句 像我们熟悉的 像王昌龄的《芙如楼宋新建》 就是那个韩语连江夜入午 平民送客楚三姑 洛阳妻友如相问 一片冰信在御湖 像这首很有名的《芯言绝句》 还有王之焕的《梁州池》 《黄河远上白云见》 一片孤城万刃山 腔地何须怨阳柳 春风不斗玉蒙观 像这些筷子人口的这些《芯言绝句》 在当时也是非常流行的流行歌曲 这一类的歌曲就是乐宫 从唐诗里面挑选出来的 他从唐诗里面挑选这些 比较有乐感的作品 然后再配上曲子 这是唐代的艳乐歌词的第二种形式 就是唐人绝句 唐代的第三种歌词 就是我们熟悉的文人填写的歌词 像李白 张志和 刘语席 白居易 杜牧等 都曾经填过这样的歌词 当时叫做一声填词 就是根据艳乐的乐曲来填的词 这一类的作品 它的文学价值比乐宫填写的词要高 但是数量很少 这些文人不过是偶译为之 这就是在温廷云之前的 唐代的艳乐歌词的三种形式 一种是民间词 一种是唐人绝句 一种是文人填写的歌词 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联系到温廷云本人的出身 个性与遭遇来看 他为什么会成为文人填的鼻祖 温廷云出身于名门 他是唐太宗朝的宰相 温延伯的后人 他的老家在太原齐县 也就是今天的三西齐县 后来从温延伯那一代开始 他们这一家人就千居长安 温廷云出身民们 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 而且从小就才师敏捷 多才多艺 这个五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 叫唐之言 他的作者叫王定宝 王定宝在唐之言的第十三卷 记载了温廷云的这样一段事迹 他说温廷云足下未尝其草 就是说温廷云写作的时候 是不用打草稿的 但拢袖平击 就是把自己的手插在这个袖子里面 拢着袖子 平击就是靠着这个书案 每腹一运一银而已 就是每腹一句诗 就是银一次而已 不用打草稿 银一次 所以厂中好味温八银 这个厂就是指考厂 因为这个唐代的进士考试 它其中有一门 要考师父 考师和父 温廷云在考师父的时候 他就是把手浓在袖子里面 这样一负一银 就是以这个银一句诗 只需要这样银一次就够了 根本不需要事先来写 所以考厂的人就称它为温廷云 但还有一种说法 是说一首诗八句 他只要把两只手插八下 插一下 再插一下 插一下就是一句 插一下就是一句 所以叫温八叉 这个和三国时代的这个朝子 有些相仿佛 朝子就是朝七步 走七步一首诗就形成了 这个只要两只手插八下 一首诗就出来了 所以才诗敏捷 而且温廷云还多才多艺 史书上记载是说 他有弦即谈 有孔即吹 弦就是弦乐 就是像琵琶这类的 有弦就能谈 孔就是管乐 相当于硝啊 笛子之类的 有孔即吹 就无论是弦乐 还是管乐 他都很在行 史书上说他 能足弦吹之音 为策研之词 就是说 能随着弦乐 和管乐的音乐 来填写 那些华丽的词章 所以他在词坛上 影响就很大 他的词和伪装的词 并称温伟 温廷云除了会填词 同时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诗人 是晚唐三大家之一 晚唐三大家就是 李商隐 杜沫和温廷云 三个人 他的诗呢 与李商隐齐名 号称温礼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 出生名门 这样一个受过 良好的早期教育 一个才师敏捷 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偏偏在势头上 非常坎坷 可以说是屡试不地 参加了多次的进士考试 都没有被录取 非常坎坷 一直到56岁的时候 才做一个随县位 这个随县 就是在今天的 湖北省的随州市 县位呢 那只是县令的一个助手 到了65岁的时候 就做到国子助教 国子助教是个什么官呢 国子就是国子界 就是国家办的最高学府 最高学府里面的校长 叫祭九 校长下面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 这个学院这一级的领导 叫什么呢 叫博士 那么这个助教是个什么官呢 就相当于一个院长助理 就是温天云 到65岁的时候 就到了国立中央大学 的某一个学院 当一个院长助理 这也是没有什么级别的 但是呢 他毕竟是个经官 因为古代的这些学校的 这些领导啊 他们属于学官 他们属于学官 就问题云本人来讲 他也属于经官了 但是到了66岁的时候 又扁官 又扁到下面去 又做方程位 所以在势头上 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发展的 非常坎坷 一直到去世 都没有中近世 都没有正世的公民 去世34年之后 池坛上另一位著名的池人 伪装中了近世 伪装中了近世之后 伪装想到 从唐代 从这个李赫以来 有很多的才子 都没有中近世 所以他就给皇帝上咒章 希望能够追认这些人为近世 后来皇帝就表示认可 因为这种近世 他只是一个追认 他不用给他发工资 又不用落实什么待遇 是吧 所以就追认了24名近世 其中就有我们很熟悉的 像李赫 像贾导 这些很有名的人 再就是温廷云 所以去世34年 由于伪装的奏庆 被追人为近世 所以这样想起来 温廷云这个人 应该是很悲催的了 那么温廷云的世 他为什么会这样坎坷呢 过去的人们曾经有多种说法 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 一种是冒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受了庄克太子的牵连 这就是一些政治上的原因了 第三个原因 就是四财奥乌 这个原因在我看来 应该是温廷云一辈子势头坎坷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你看唐诗记事里面 就记载了这样几件事情 我们可以由此而看出 温廷云是不是四财奥乌 四财奥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你看 一个记载说 宣宗爱唱菩萨满池 就唐宣宗这个人 你别看他是个皇帝 这人还很潮 他就是特别喜欢当时的特别流行的一个流行歌曲 叫什么呢 叫菩萨满 他喜欢唱这个歌 但是当时的菩萨满的这一支曲子 是谁给他们填的词呢 是乐宫填的 这乐宫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音乐人 这些音乐人填的词 他们的音乐感是很强的 但是文学性不强 所以唐宣宣宗就觉得这不过瘾 他要找文氏来填 他找谁呢 找当朝宰相令胡桃 要令胡桃来填词 那令胡桃他不会填词 他就找自己的朋友 找温廷云来填 而且跟温廷云说 说这事就我跟你两个知道 你不要对外人讲 那温廷云当时说答应了 好我不对外人讲 但是我们知道温廷云这个人 是个性情很直率的人 又好喝酒 而且内心又有一些不平 所以不知道是具体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 他就很突然的把这个事情就说出去了 那说出去 那令胡桃就很没面子 对不对 那就是说原来这漏线的 原来这词不是你填的 你是假温廷云之手 所以令胡桃就很没面子 说从此以后 就跟温廷云的关系就疏远了 所以叫游是疏远 就由于这个原因 他们的关系疏远了 那温廷云呢 这个人呢 他对这个令胡桃啊 也确实没有什么好言语 他说他 中书堂内做将军 我们知道中书堂 这是宰相办公的地方 这是文官办公的地方 文官办公的地方 怎么能做将军呢 将军一般都是武夫嘛 那意思就是说你令胡桃 虽然做了这个宰相 但是实际上你是一个武夫 你像个武夫 你没有文化 所以叫鸡相国无学也 就鸡逢这个相国啊 鸡逢令胡桃啊 没有学问 所以文明云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种嘻笑漏骂的 调侃啊 讽刺啊 贬低这个当朝宰相令胡桃 所以令胡桃那就压制他嘛 这个我还要强烈一下 令胡桃这个人呢 压了几个人的 李尚颖也是被他压制的 温庭云由于仕途坎坷 不得志 所以就不修蝙蝠了 所以就经常出入这个歌楼酒馆了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这个歌楼酒馆对于温庭云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些歌楼酒馆啊 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 艳跃的发源地和传播地 他是流行音乐的一个大本营 所以温庭云出入于秦楼筹馆 至少有一半的原因 是出自于工作的需要 他如果不去那些地方 他怎么能熟悉那种很鲜活的流行音乐呢 他不熟悉那些流行音乐的话 他如何能够为流行音乐来填词呢 所以我们认为温庭云出入秦楼筹馆 与其他的一些人出入秦楼筹馆 那是有区别的 其他有些人出入秦楼筹馆 那就是醉生梦死 温庭云至少有一半的原因 是为了音乐 为了歌词的创作 这一点我们要明确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 所以使得温庭云成为文人当中 第一个大量写词的人 我们刚才讲 在温庭云之前 已经有李白 有刘雨昕 有白居易 有张志和等写词 但是他们都是偶一为之 只有温庭云才是大量写词的人 第一个大量写词的人 他的作品叫金泉吉 但是后来他这个吉子就实传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讲他的艺术成就 我们就讲一讲 温庭云的《菩萨蛮》这首词 《菩萨蛮》这首词 是温庭云的代表作 我给大家读一遍 《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鸣灭 碧云鱼渡相塞雪 南起画额眉 弄妆梳洗词 照花前后尽 画面焦香印 心贴绣螺如 双双金泽雇 这首词写了什么呢 我们初初看起来 好像他就是写一个女人的梳妆打扮而已 表面上看是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如此 下面我们不妨一句一句的来看 看它究竟写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小山 这小山是指什么呢 这有些讲唐宋词的这些选本 就解释这个小山 是小山眉 就是古代的女性的一种眉毛 画得像小山那样 叫小山眉 我个人认为这种解释 是不太准确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这首词的上篇的第三句 作者就明确地说了 它是画额眉 这额眉就是很细长的眉毛 我们今天的女孩子都是画的这种额眉 很细长很细长 一直甚至长到可以入兵法的那种 那种细的弯的眉毛 很美的一种眉毛 它不是这种小山眉 所以这种解释 是把这个小山解释为小山眉 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那么小山是指什么呢 我认为小山就是指这个女子 她居住的卧室里面 放的屏风 屏风上面画的小山 我们知道过去这个物质条件 比较好的女子 她的卧室都很大的 那么在她的床头 往往要放着屏风 这个屏风上面就有画小山的 这小山是重重叠叠地画在那里 那什么叫金明边呢 因为在画的小山上面 它的表层是涂了金粉的 当早晨的阳光 从窗户里面照进来 照在屏风上面的小山上的时候 那些金粉就闪烁不定 金光闪烁不定 这就叫明灭 就一明一暗 这叫明灭 所以小山重叠金明灭 就是写阳光照在屏风上的小山上 所产生的那种 湖明湖暗的效果 通过这一句 我们还可以发现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个女子 在物质上是富有的 再往下面看 并云余渡相塞雪 这并云就是指冰法 女孩子的美丽的冰法 像云一般的冰法 又黑又亮又柔软的冰法 这并云余渡 就是写这个女性 因为她休息了一个晚上 所以到了早晨的时候 就冰法缭乱 冰法缭乱的样子 这一句写的比较香艳 因为她是写女子的美 你看冰法凉难了 她就写这个冰云余渡 好像这个土法 这个冰法要慢慢的慢慢的 要吹下来 吹到哪里去了 吹到她的香筛上面 她用香来形容筛 觉得还不够 后面还要补一个雪子 增强她的质感 人家感觉了这个女子的 她的肤色是非常细利 非常白 所以叫浮如宁子 那个状态 所以叫冰云余渡 香筛雪 也就是说冰法缭乱 随着风慢慢的吹下来 吹到她的香筛上面 这就写她的美貌 写她的美貌 第三句 南起化额眉 第四句 弄妆书洗词 第三句就是写化额眉 化额眉 但是叫南起 第四句就写梳妆 但梳妆动作很磁缓 所以这两个字要注意 一个是懒字 一个是磁字 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呢 这两个字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女主任公 没有好的心绪 没有心情 因为没有心情 所以她就南起化额眉 所以她就弄妆书洗词 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 有一个帅哥就在楼下 等着他 开着宝马 或者奔驰在楼下等着他 他会南起化额眉吗 他会弄妆书洗词吗 他可能会一咕噜就爬起来了 然后赶快的化妆完毕 然后咚咚咚的就下楼去了 他之所以这样 就是因为没有人来看他 没有人来看他 所以就南起化额眉 弄妆书洗词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他虽然说南起 但毕竟还是起来了 他虽然说弄妆书洗词 但毕竟还是书庄了 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化额眉 也不是一般的梳妆 他是认真地化额眉 认真地梳妆 然后他还要认真地 插花照镜 我们看看下篇 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应 这就是说这个女子 在化了额眉之后 在梳了妆之后 在头上就沾花 头上沾了花之后 然后就要照镜子 照镜子还很讲究 还不是用一把镜子 是两把镜子 前后照 前边一面镜子 照着自己的额头 后边一面镜子 照着自己的后脑勺 是吧 这叫打反镜 两把镜子 通常的女子 也就是用一把镜子 用两把镜子 那是很讲究的人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说明她是很在意的 是吧 说明还是很刻意地在化妆 果然你看这个时候 两把镜子 这样的照耀下面 发现自己的这个脸和这个镜子 花面 就是说头上的花和自己的面容 在两面镜子下面 焦香辉映 花就是头上的花 面就是面孔 在前后两把镜子的照射下面 焦香辉映 那不就是一个美人 是吧 这还不够 照了镜子之后 再就着装 穿衣服 穿衣服穿什么 穿新衣服 这个如就是短袄 螺如就是用零螺做的短袄 这个螺如上面 本来是绣了花的吗 所以叫绣螺如吗 本身就是绣了花的短袄 但是还不够 它还要再贴花 贴什么花呢 双双金褶骨 要在绣螺如上面 心贴双双金褶骨 请大家注意 双双这两个字 双双金褶骨 它就形成反称 就是这个褶骨都是成双成对的 而她自己形单影子 自己是孤独的 我们就是通过双双这两个字 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孤独的女性 因为她孤独 所以她就难起 所以她就弄装收喜池 但是意义还不仅仅是这样子的 这个女性可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呢 她是一个孤独的 但同时也是怀着某种期待的女性 她如果不怀着某种期待 她怎么会这样刻意地打扮自己呢 所以说她的性格就有两面性 一个是孤单 默默 一个是怀着期待 怀着希望 所以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就是一个 这个默默的 孤单的 但是怀着某种期待的女性 这是我们对这个作品的女主人公这个形象的解读 但是仅仅这个作品的意义 是不是仅仅就停留在这个层次呢 不是 正是因为这个女性是一个实意 而又怀着期待的女性 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的空间 我们知道 中国的古典诗歌 从离梢的时候开始 就有一个笔姓的传统 就是 为芳草以怨亡孙 戒美人以遇君子 往往用实意的女性 来比喻实意的男性 这个传统从离梢就开始了 所以 正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 有这样一个传统 所以在温天云的作品当中 有写了这样一个实意 而又怀着某种期待的女性 所以人们就这样 联想 说这个作品 恐怕不仅仅是写的 一个实意 而又怀着某种期待的女性 而同时可能就是在写 或者说他的目的就是在写一个 实意 而怀着某种期待的男性 而这个人是谁呢 很有可能就是作者自己 你看啊 这个清朝的一个很著名的词派 叫长洲词派 长洲词派的领袖人物 叫张慧炎的 他就是这样认为 他认为温天云的这一首 《菩萨蛮》是有政治寓意的 是有寄托的 他说这就是 这个作品就是有泥烧的那股味道 但是 张慧炎这样讲了之后 在长洲派里面就很有影响 但是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初期 到了王国为的时候 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见 那就王国为认为温天云的这首词 没有政治寓意 没有政治寓意 他是说这个 温天云的这个作品呢 都是 都是即兴之作 没有那种政治寓意 王国为是二十世纪 这个有名的词学家 他的那本人间词画 在读书界 在词学界的影响很大 所以王国为的这个意见呢 也很有影响 但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恐怕问题 没有王国为说的那样简单 虽然我本人 也很推崇王国为的词学观点 也很推崇他的人间词画 但是我觉得王国为的人间词画 词画里面有时候 他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方说他在讲到 这个南唐著名词人冯元 这个李景的作品的时候 他也认为李景的作品有寄托 李景的那首词是 这个寒淡香肖翠夜禅 西风愁起碧波间 王国为说 这两句词倒有众方无惠 美人慈慕之感 那就是王国为认为 李景的词有寄托 那既然李景的词有寄托 温天云的词为什么就不可以有寄托呢 是吧 当然张慧言说温天云的这首词 确有寄托 他拿不出确证 那么王国为说张慧言说不对 说张慧言的观点很僵化 认为温天云的这首词没有寄托 那李王国为你有没有拿出证据来 说他有寄托的人拿不出证据 说他没寄托的人也拿不出证据 我认为这首词是有寄托的 我们可以拿出相当的证据 证据在哪里呢 我们就要从温天云的 首先从温天云的诗歌当中去找 我们刚才介绍温天云是晚唐三大诗人之一 温天云的政治实意之感 在他的诗歌当中有多次表现 像大家熟悉的温天云的代表作之一的 过程临目 你看前边这四句 陈玉亲史见遗闻 今日飘棚过此坟 此刻有您因死我 罢财无主死年君 我们知道陈玲那是曹操的一个谋士 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他后来也是被迫害而死 那么温天云的这首诗就是写他自己 到了陈林的墓去祭拜陈林的时候 这样写说陈玉亲史见遗闻 我曾经在史书上读到过你的作品 就是从史籍当中读到过你的遗闻 那个时候我就很崇拜你了 今天我像一个飘棚一样的 我来到你的坟前 就是说我终于可以来祭拜你了 下面两句就感叹 此刻有您因死我 就是说如果你在地下有您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实义之人 我们都是一代之音 第四句说 罢财无主死年君 所以你本来就是一个罢财 什么是罢财呢 就是可以辅佐民君 成千一番大事业的 称霸天下的人才 那才叫罢财 但是你虽然是一个罢财 可是你没有遇到民族啊 你遇到的是曹操啊 曹操认识不到你的价值 所以叫罢财无主嘛 你罢财无主的这种命运 我很可怜你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也是像你一样的人吗 也是罢财无主嘛 所以我们通过这四句 我们就可以看出 温定云的这个诗歌当中 它是有寄托的 如果说这个寄托还比较含蓄的话 那我们看他另外一首诗 《感救陈情五世运》 这里面两句说 有客将谁托 无眉妾自年 这个寄托就更明显了 就是说我的心事托付给谁呢 谁来帮我来介绍给皇帝呢 就无眉嘛 就是没人介绍嘛 妾自年 我只能是私下可怜自己 我没有这种 我没有遇到这种伯乐 所以说 在温定云的诗歌当中 他有多处表现他的 这种政治失忆之感 他既然可以在诗歌里面 寄托自己的失忆之感 他为什么就不可以 在词里面寄托呢 这是一个证据 第二 我们要看看这个菩萨蛮这个作品的写作背景 我们刚才介绍温定云的生平事迹和个性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件事 就是因为宣宗爱唱菩萨蛮词 所以宁陈相就宁胡桃甲旗修传 宁陈相宁胡桃就往温定云来写 然后秘密的奏进 那既然是唐宣宗要听菩萨蛮词 那对于温定云来讲 那就是一个表达的机会 那他为什么就不可以 通过一种含蓄的语言 借这个菩萨蛮 填菩萨蛮的机会 来把自己内心的那种期待写进来呢 为什么不可以呢 是吧 所以我认为温定云的这个作品 他还是有寄托的 只是我们不能像张慧炎说的那样 明明白白 因为你说他有寄托 你拿不出证据 你说他没寄托 也拿不出证据 其实这个作品还是有寄托的 它的特点就在有寄托和无寄托之间 你粗粗的一看 好像他没寄托 你认真地看 觉得他要有寄托 他究竟有没有寄托的 你又找不到确证 而最好的作品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见仁见智 我们常常讲的 一个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一千个读者就可以读出一千种 菩萨蛮的这种心得 这就是好词 相反那种 我们一眼就能看过明明白白的作品 那叫做没有深度的作品 那叫做不能令人回味的作品 那还不一定是好作品 菩萨蛮这个作品 它就是形象的密度很大 色彩很浓烈 风格很含蓄 作者的主观色彩 主观情感 隐藏得比较深 需要我们仔细地来领会 我们应该怎样领会呢 那就是说我们要善于抓词言 你比方说像南起化峨眉的南字 弄装梳洗词的词字 双双金泽固的双双这两个字 就是这首词的词言 什么叫词言呢 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关键词 如果我们读词能够抓到关键词 那么这首词的理解就不难 我们读温宁云的词是这样子 读别人的词也是这样子 尤其是像温宁云菩萨蛮这种 风格很含蓄 主观色彩 这个藏得很深的作品 如果我们不抓关键词 我们就读不出它的真实的情感 读不出它真实的思想来 我们就会理解为 这就是写一个女人的 普普通的日常的那种 书洗打扮而已 我们下面再讲它的一首词 旺江南 我给大家读一遍 书洗吧 读以旺江楼 过境千帆皆不是 邪灰默默水悠悠 长段白平洲 这首词 就是写一位师父在江楼上 终日盼望归人的心情 它的主题可以说是 师父旺归 第一句 书洗吧 就是写书洗 书洗是在早上 一个霸子 用来形容主人公的 那种迫切的心情 也就是说 书洗完毕 他就去了江楼 这一天的事情 就是忘归 就是迎接自己的爱人归来 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做 也没有心情做 第二句 读以旺江楼 写他在江楼上旺归 读以啊 就是读怀心情 读怀心事 不要女伴 一个人去了江楼 读字依靠在江楼的栏杆上 忘字是词言 是关键词 忘哪里呢 忘江上 忘什么呢 忘江面上的船只 忘船只上的人 第三句 过境千范皆不是 写他千百次的希望与失望 翻是船的一个部件 在这里呢 是以部分带整体 就是指船 远远地 看见一只船过来了 他就盯着他看 满怀着期待 后来发现 走到跟前的 不是自己爱人的船 于是就失望 失望过后 再一次地燃起希望 再看下一只 发现又不是 一而再 再而三 上百次 上千次 过境千范 都不是自己 所盼望的那只船 上千次的希望 换来的是 上千次的失望 第四句 协会默默 水悠悠 从早到晚 从朝阳升起 到夕阳西下 他独自一人 依靠在江楼上 急切地燎望 深情地燎望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 失望 但他不肯放弃 可是最后 还是失望了 这时候 江面上一只船 也没有了 只有夕阳的余会 还有冬去的流水 所以这一句 是写景 也是写心情 那夕阳的余会 就象征着 他那种 落寞的心情 那悠然不尽的江水 就象征着 他那种 无尽的失恋 无尽的痛苦 第五句 长断白瓶洲 瓶 是一种植物 生长在浅水中 也叫这个田之草 下丘之间开花 白瓶洲呢 是指江中的一个洲子 上面长满了白瓶 长满了瓶草 瓶草开着白花 远望去了 就白花花的一片 所以瓶草开花 在夏秋之间 瓶草开花 就意味着 夏天过去了 秋天到来了 也就是说 一年好景 又快要过去了 自己的生命 又老了一岁 在无望的等待当中 又消耗了一年的生命 那么自己的有限的生命 还有多少可供消耗呢 所以想到这里啊 就为之大痛 大痛就是长断 所以这首词啊 是一首小力 也就是单片词 它不分片的 短短27个字 写了一个女人的希望与失望 她的希望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和自己的 久别的爱人团聚 但是这个希望 最后还是落空了 我们可以在逻辑上 把这首词和我们在上边讲的那一首 菩萨蛮 联系起来看 虽然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主词 但是都是这些女人的命运 苏喜霸 这三个字 可以说是菩萨蛮的一个总结 她南起化峨眉 弄装苏喜词 为什么呢 没有心绪 但是后来她还是起来了 还是梳喜了 而且还是认真地打扮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心里还怀着某种期待 期待什么呢 期待自己的爱人归来 于是呢 就收喜吧 就独自一人去了江边 独以高楼 深情地瞭望爱人的船只 整整一天 最后还是让她失望了 通过这两首词 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妇女的命运 她们是很无助的 她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 这两首词 是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 从思想感情上来讲 是值得肯定的 从艺术上来讲 这首词的风格和上面讲的那首菩萨蛮不一样 菩萨蛮的形象密度很大 这一首的形象密度很小 菩萨蛮的主观色彩不鲜明 这一首词的主观色彩很鲜明 菩萨蛮的主观色彩不鲜明 菩萨蛮的语言很华丽 而这一首他的语言比较质朴 这也就是前人所说的 就是前者密立 后者疏断 这说明一位杰出的词人 他的风格是多样的 并不单一 当然从总体上来讲 温庭云的词还是以密立为主 也就是说菩萨蛮所体现的 是他的主体风格 或者说是基本风格 我们在概括下温庭云词的一些基本特点 一个就是题材比较窄 他主要就是写儿女情长 这个相似离别 写这类作品 第二就是风格多样 你看有浓历绵密深沉含蓄 以这种风格为主 但同时也有一种清晰明快的风格 第三音乐感强 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 人足玄吹之音 未测验之词 他的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有两点 第一就是受岳府诗的影响 我们知道 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岳府 也就是南北朝岳府里面的南朝岳府 南朝岳府 受南朝岳府的影响 受其中的吴歌西曲的影响 也受陈良宫体诗的影响 这些作品都是南方的文学 这些作品的题材都比较窄 但是都讲究声调和色彩 风格偏于浓历和绵密一路 这个就是受南方文学的影响 为什么会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呢 也与他长期生活在南方有关系 因为他一个姐姐 亲姐姐就是嫁在扬州 他有一个表述 就是做杨子流后 就是扬州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所以他长期生活在扬州 这也接触了南方文学的影响 加之后来又出入歌台舞械 是吧 所以这是他的这些风格形成的原因 最后我要强调就是说 他之所以成为花间词的鼻祖的 第四个原因 就是花间级的推举和确认 温宁云之所以会成为文人词的鼻祖 当然首先的原因 是因为他自身的作品的自身的特点和成就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成就 他的作品不具备这些特点 他不可能成为文人词的鼻祖 还有一点就是花间级的推举和确认 这个花间级就是五代西蜀时期 一位叫赵崇座的人编的 这个花间级收漏了晚唐五代的十八家词人的五百首词 其中收温廷云的词最多 放在最前面达到六十六十 把温廷云置于最重要的地位 那么他为什么要把温词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呢 我说了一个是因为温词本身的成就 第二个是花间级人的磁体观 需要在前代词人的作品里面得到印证或者确认 那么哪一个人最合适呢 那就是温廷云嘛 我们看看花间级人他们的什么有关是什么 就是赵崇座编的这本花间级里面呢 有一个欧阳炯写的序 这个欧阳炯本身就是个花间级人 他在花间级序里面有这样几句 他说楼玉雕穷里画功而炯巧 柴花简业夺春艳以争先 这就是写什么 就是写这个词的 它的语言嘛 像楼玉雕穷一样的 雕刻金星雕刻 柴花简业 就是写它的语言的色彩 比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那就是说花简业追求的是那种很精练的雕琢的语言 这个色彩非常绚丽的 华丽的这样的词言 下面就写 则有齐言公子绣晃家人 第一夜夜之花见文抽立尽 举仙仙之玉子拍案相谈 听歌的是什么人呢 齐言公子 唱歌的是什么呢 绣晃家人 你看他们写词的那些词都是 夜夜之花间 文抽立尽 那文章像立尽 美丽的尽 举仙仙之玉子拍案相谈 那些唱歌的女孩子 用他们的仙仙玉子拍打着香谈 香谈墓 就是演出的道具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说不无清觉之词 用住娇柔之拍 所以说他的词就是清觉之词 就是为了配合这种演唱的 这种女子的娇柔之拍 我们现在用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说用这个很精练的 甚至未免有几分雕琢的语言 用这种色彩很鲜艳的 很华丽的文字来填词 就是因为要适应那些家人的演唱需要 而家人的演唱是为谁演唱的 是为那些奇颜公子来演唱的 所以说用清洁之词来助娇柔之态 既为了适应歌迹的演唱需要 也为了适应听歌的人的演唱需要 那词风格就是这样形成的 后来的宋代宋词 也是按照这个路子走来的 所以花剑词 他这样一种审美追求 他要在前代词人当中 要找到确认 这样子自己不就是在理论上立得住脚了吗 那么在前代词人当中 谁最能体现这个标准呢 最符合这样一个审美标准呢 非温庭云莫属 所以他们就把温庭云置于花剑词之首 那么温庭云就成了花剑词的笔走 好 关于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